郭鹏 你好 你好 给我介绍一下 我叫郭鹏 是黑龙江眼 我今天是19 你现在眼睛是一点都看不到吗 看不到 是一点光感都没有吗 就这个有有有观点 这个是没有观点 你好瘦啊 站在你边上的这两位是 是我父亲 是我的母亲 在福利院你是没有爸爸妈妈的概念 是吗 对 但是你想他们吗 挺想的 每年过年 一看有的爱陶福 孩子就走 就回到自己父母室 一看他们 自己就就哭 所以你特别想知道 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对 你有尝试的去找过他吗 我看不着 我咋找 那这15年你在福利院过得好吗 过了一点都不好 你恨他们吗 说实话挺恨的 你觉得现在回到家里来幸福吗 回到家请幸福 比那爱的富人吃吃好 妈妈会给你做吃的 对 爸爸对你好吗 爸爸对我挺好的 但是这种情感很复杂 一边你恨他们当初抛弃了自己 一边又感觉到他们在愧疚 来弥补 对 又感觉很幸福 对 现在家庭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吗 就是 就是我 我妈有那一级三级症 我也是一起三级 我爸是四级三级症 父亲是什么三级 我三级 我三级 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在一起 确实挺困难 你对将来有什么安排吗 将来也想打工挣钱 养父母 我觉得这孩子内心挺惑人的 一家人都有残疾 但是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 真正的残疾是在你们心里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父母 能有任何的理由 是说抛弃自己的孩子 无论你今后做什么事情 过去的十五年 你是弥补不了的 因为它已经过去 因为已经在孩子心里 落下了深深的伤症 所以孩子 父母的确做的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你心里不能有残疾 你要想的是如何能够 在今后的这些年里面 去享受家庭带给你的温暖和爱 打零APP愿意出相关的费用 帮你去寻找一切有可能 恢复你光明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的道路 一定会是光明的 因为你的父母已经知错了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来对你好 好不好 孩子 好 对他们也要好 好吗 嗯 没有任何任何理由 能让身为父母的放弃自己的孩子 哪怕是 比如说十五年 哪怕是十五天 十五个小时 一分钟我觉得都不能 都不能动这个年头 他们 现在过去的十五年和未来的日子 都会记得自己犯过的错 你要想好自己要怎么走 你想要做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人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 我们营朗和我自己都很希望 在未来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们愿意尽一切的力量去帮助你 希望你未来的路 能够有点幸福和快乐 孩子 谢谢